我都金融股 当存股 因为它是复利吧 金融股 然后ETF 就是蛮稳健的那些 存股族最爱的金融股 如今却频频频拉起警报 国态金贡最新公布 上半年获利衰退46% 每股盈于3.45元 禁止更从去年底的9140亿 大砍4626亿 等于直接腰斩 每股禁止仅剩26.4元 让外界倒抽一口气 金控的账面的禁止 禁止是4514亿元 那么主要还是反映 今年以来债券的利率 有大幅的弹升 还有股市也有一些 比较大的修正的影响 7月以来 我们已经回升了超过800亿元 尽管国态金7月禁止 已缓慢回升 但联准会鹰派动作 却让金控国内外投资 曝险超过34兆 但近平降损失 冲破8000亿 创史上最惨的一季 更不用说 累计上半年 国内外亏损 也再创新高 除了国态金之外 30号登场的新光金 31号的永峰金 以及第一金赵峰金 等法说会 也成为法人关注 一大焦点 如果国际上的一个股市表现的不佳 这支股票 我们反而要看待的是 它有没有开始反映 至少七成到八成的景气走皮 像有些金融物股可能 它还没有反映这种景气走皮 就要小心它有补跌的可能 通膨压力升温 年准会升起脚步 没有停歇 全球股债市场 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冲击 也为金控股债投资收益 买下变数 三地新闻女士写了副辞 台北报道